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属于整理形态 多空方向不明 但是呢在他前面突破了 最大一级的上升 通道什么 上升三角形 整理三角形的上轨之后呢 他的多空平衡已经打破了 多方已经占据优势了 那么这种多空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 股市的操作里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 他就反正就涨一下跌一下 涨一下 跌一下 不是的 可以说整个二三二绝招啊都是配合着什么 空转多的第一次回档 而产生买点 这种买点用我的话讲就是什么 第一次是最宝贵的 这是我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在股市里面第一次突破空转多的回档 他是最安全的一个建仓点 所以我们来看目前大盘就取这个位置 好我们来看 大盘缩量回进线啊 逢低买进再向前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目前的位置 他就是什么 我们从量来看大盘五日军量线呢 下创十日军量线 军量看过去有点不足 但是 但是呢 在调整的 还没有放量的时候呢 他允许短时间的什么 军量下创 那形态呢 大盘处于突破日线最大一击的 整理下创新上轨 2980点的回抽的位置 就突破回抽嘛 军线呢 大盘重新站上了什么 13 34 55军线 军线向全多头排列转化 如果再你看再过两天这个13天啊就可能穿上来了 啊那就变了13 34 55很标准的多头排列 那么是属于什么 粘合状态 等待带领 什么叫带领啊 阳线一拉嘛这个就变成标准的大多头排列的吧 啊就等着多头来引领了 那指标啊大盘的mcd现在还在金叉 金叉的状态啊不要看红色柱状态不大是因为亮能不够大 正常的就红色柱这里放大的时候呢会连续的放量拉升 所以 但是这种位置呢 就是什么就是DC点 大盘处于突破 日线最大一击的整理三角形上轨2980点回档的位置呢 所以我们可以称回抽啊 逢低布局 逢低布局啊我们再通过这个k线 那么给大家解析一下 看得更清楚一点 对吧这个图呢很清晰啊很清楚 对吧 那么我们从图里面看出 目前啊就是 其实十字军单五字军单线呢 是还勉强啊 勉强站在十字军单线下方 上方 那么 后面再一补量啊 他就能继续维持什么 再推高的走势 再推高的走势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前面跟他讲的叫什么 叫2972点的大量低点 对吧 那么当然并没有跌破 因为他站上了前期大量低点的时候呢 回档 变成支撑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一旦站上去往回档支撑完之后呢 后面呢 就很容易出现什么 再上行的走势 所以这些都是看盘的要点啊 不是说你自己满看满去他跟左边你看这个大量 在这里对吧 上上去完了这里就有承接 就承接 两次放量嘛 通常来讲就能守住这个大量低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特别重视一次放量两次放量三次放量 所以这回档的位置啊 永远都是什么 最佳的一个低吸点 低吸点 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盘的方向 大盘的方向我们都知道了 对吧 突破回档第1次可以低吸点 那么买什么品种呢 什么方向呢 我也是 也是近期好很多投资特别关心那个问题 对吧 那么市场近期的特点啊 整个交易特点跟前期明显不太一样 像那种哇动不动连去涨停的那种 那种比较少了对吧 近期最多的更是更多的是什么机构抱团 基金抱团更多是机构抱团 也就是说机构抱团的方向 他不是乱抱的 他是有很清晰的一个 基本面的挖掘 从 宏观中观微观 都方向锁定的非常的明确 所以说其实啊我是觉得那个目标啊是比以前那种纯短线的好做很多 因为他中线的轮廓百分之一段对象上线节节高通道不会破的 中线又非常四十五度上线非常稳健 短线呢 你在里面做高抛低吸就好了 这家家伙前面讲的这种攻击临界点 在那横盘你不要去买 横盘打破平衡的时候你去买 他就又上个台机会连垃圾好几个阳线 然后你转完了就跑 那再去做第二个像这一类的 通道里面突破这个进线位的你再买进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利用资金的效率 又而且很安全关键是知道吗 安全 明白吧 那我来看一下近期之星的这个方向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么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 近期基金抱团的 板块特别清楚 基金抱团加仓电子板块 很明显啊 非常明显看到没有 整个电子 这个偏股型基金各行业加仓的比例 电子 第一 一要生物第二 看到没有 对吧 持股比非常高 非常高 其他一次怎么样 非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吧 那么我们这张呢也可以看出偏股型基金啊 电子行业配置的 超配比例 对吧 近期呢在增长 开始回升了 经过这个一段时间波动啊 近期开始连续的回升 连续的回升 对吧那我们很明显看出呢 这张对比图啊 电子就是我们讲的科技方向 科技方向 对吧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行业那样 那个股的走势其实差别很大 这个那么什么原因呢 这是最关键的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电子行业重仓持有啊 这个基金数环比 增加了前10米啊 你看 这个 增长最多的 利讯经历 各二股份对吧生意科技我们可以看他们走势 包括 这个 造业创新 你看你看利讯经历嘛 对面对照走势你就知道了 利讯经历 看到没有强的是不要不要的 对吧从16块已经涨到34块了 你放倍了 五月份号到现在也就五个月时间三倍了 如果从这个一月份起创的话呢到现在啊 一月份是9块钱 现在是34块钱 放三倍啊 这一三倍半了 这一年的三倍半的收益我想没有几个人不满意的 好 今年放了三倍 那各二股份的更不用说了 对吧各二股份 这都近期的明星股啊 一路走高 一路走高 可以最快的从7块多涨到20块钱 就是五月份 啊就是五个月时间吧 五个多月时间 不到半年 从7块多涨到了20块钱 放了三倍 放了三倍 对吧 啊 这就是什么 资金电子行业资金重仓的吗 环比增加了前十 那么看出呢 减少的 在后面 啊 随便主义两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就像北方划创 北方划创 对吧你看 就不涨了 就横向震荡 就不涨了 看到没有 像利亚德 利亚德 你看 又下跌 对吧 还有国薪关店 国薪关店 你看一路下行 哎那为什么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同样是电子板块 为什么走势分化这么厉害呢 这个就是专业分析和业余分析的差别 很多人说啊电子板块 有电子板块的啊什么概念我通通给他买进去 随便买一个 不是的 那叫业余分析 专业的分析呢 他也是有细分的 啊这里面行业细分的 那么 细分的这些行业的好坏 以及行业的未来的前景 啊就决定了 基金往哪里加仓 那往哪里加呢 我们来再看这样的图就明白了 机构抱团啊 需要深入研究电行指的啊 子行业的差异啊 子行业才在哪里呢 你看 印刷电路板的配置比例 越来越高 非常高 对吧 到1903 非常高 啊那么印刷电路板应用非常广啊 非常广 对吧像我们家里的冰箱啊 洗衣机啊 对吧印刷电路板就可以说 就像人工电脑AI AI嘛这些使用率非常广 这也是未来呢 有着 很大的一个行业上行空间的 一个子行业 而呢 有些产能过剩的 是什么呢比如像好像显示器你看 整个你看 增仓比例 非常少 连续的递减 这就是产能过剩的 像显示器 对吧你们通过这种细分的行业的 你就知道那所以呢 机构抱团啊就肯定往这种遭扬的 需求大的 未来空间广的 对吧集中的持仓 所以大家看明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力寻经历啊各的股份啊会连续的大涨 对吧 这就是专业分析的力量啊 所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你看像这个 互电股份啊就是高频电路板嘛 也是属于这个 电路板的 涨了多少啊 符合对待商业节级高的真的是 涨不非常惊人啊 我们看看 互电股份 嗯 你看互电股份 真的是从你看你看从什么开始 18年7月到现在一年多一点 从3块钱涨到3 发了10倍呀同志们 发了10倍呀你就从这个5月份啊到现在 5月份是多少钱5月9块钱 涨到 现在29块钱 也是3倍多 看到没有这就是主线啊 抓准 那么都走出什么堆量上行节级高度非常标准的堆量上行节级高 可以说一波一波的加速 这个 堆量上行在哪在这里 加速点呢在哪里呀加速点在后面 看了会知道啊 露眼看其实都能看得到大概来 看到没有 这是他的通道 那么加速点在这里 啊加速点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加速点 非常强势的堆量上行到后面加速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就是电路板我们来看来看 高频电路板的华正心裁 也是连续的堆量上行节级高啊 不停的创出新高 啊 那么跟大家讲的机构减持的 显示器的 啊利亚德对吧 就是连续的震荡创出新力来 走出了什么下降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对吧 然后 国心光电 不停的震荡创出新力来 啊 这就是 行业的差异 差异化 造成了什么整个走势的天然之别 所以呢 我们这个市场啊 我刚才说过 首先第一呢 看大盘的方向 大盘方向 在多创市场里面的时候 然后呢 我找住近期的主线啊 市场的 主要资金的 它的运作方式 这是 以及它的运作的主线 你讲的基本面的板块方向 那么在任何市场我们的吗 都能百战不殆 明白我的意思吧 任何市场 都是这样子的 啊 现在涨停办法变少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这种市场比起来更好 以前叫快进快快涨快跌 纯短线操作 其实你很难把握的 你把握不好一进去就被关在里面去了 现在呢 有中线保护啊 对吧 你短线失败了中线还保护着呢 是不是 所以呢有了这个大方向 那么我们就知道啊 该如何 在近期的市场里面 以这样的风格进行操作 啊 刚才看了几档啊 大家都看到高频进入版的 基本上都在五个月左右放了三倍 你说少吗 五个月放三倍呀 五个月三倍呀 戈尔股份 互天股份都是啊 五个月三倍什么概念啊 你看我就好像每天小羊啊羊心也不大对不对 他撞得非常稳健 撞得非常放心 因为他整个通道没有破均线没有破 只要这些趋势没有坏 你可以一直拿着 甚至可以在他里面做高抛低吸通道的时候 然后在加速的时候拿住 所以你的收益会非常客观 明白我的意思吧 非常客观 好吧 那么明白这个呢 就回到我们今天主题 那么在这种的 中线里面我们该如何去把握他的短线买点 而不是说一天到晚拿着啊 那么要让资金利用最大化 对吧 先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大帕回调呢依然给他带来的 这个股票池的涨停 收获的涨停吧 英飞拓 金语车城 惠威科技 天舟文化 华智科技文产股份 华培动力薄榻实业 又收获了8个涨停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 波云见日 波云见日是典型的我们底部防长四大战法之一 好那定义呢我们还是来 了解一下啊当个股的mcd指标中mcd和dif两根线伴随着红色柱状体 从零轴下 上传到零轴之上 当mcd的红色柱状体在零轴上怎么样啊第1次缩短 乃至发出绿色柱状体 但不破零轴 也是个股收一线回调之时 是短线的绝佳买点 那我们开口诀号叫零轴为界 穿云破雾上零轴啊 守回出手 守得云开 见日处 那么来看一下波云见日是这样子的啊 mcd的第二个两根线上来上来 收敛 然后买进 他就会再起来 大盘就跟他讲过一次波云见日对不对 那么我看一下他三个要点 第1 mc上传零轴最好大阳线突破 我们经常的汉底拔冲都是 最好大阳线突破 上零轴的时候 配大阳线指标同时拉上来 从零轴下穿上来 第2呢 mcd级 空柱缩短时 最好收到静线位支撑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绝刀叫攻击零界点 也就是他要突破静线位 他才能获得静线位支撑对不对 叫攻击零界点 就是我们底部防装四大战法的一个要点啊重要的要点 mcd红色转的说短时的最好收到什么 1355233经线支撑 55 就是我们的叫穿越分水岭 这就是我们底部防装四大战法的穿越分水岭 的配合就出现了 对吧 三个要点 全部配合出现 这个大阳线就是汉底把冲 波云见日就是他本身是 这个 底部防装四大战法里面指标类的 指标类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港股份啊 突破上去你看 mcd第四重流下来上去 缩短 刚好是回档进线 随后怎么样 连去大阳长停 长停 农上环境 突破上去第四回档 随后连去大涨 横定海龙 你看突破反弦线 突破55天 对吧 mcd第四零头上来收敛的时候 缩短的时候 就是买点 随后连续涨停 超华科技 你看突破反弦线 突破55天 第四回档 回档13天 回档警线位 随后连续7个涨停 广州浪齐 突破警线位 回档 红色住场底第四收敛 随后连涨了42% 十分文化 突破警线位回档第四回档 缩短 然后连涨40% 四季鼎立 突破反弦线 第一次回档 收敛 看到没有 随后连续大涨 所有的买点都在这个地方出现 特别理想的 金太阳 突破 反弦线 回档 突破55天线 你看 是不是零头下上来收敛的第一 你看这黑色框里面画的就是他第四收敛的位置 就配合的刚好是什么 回档55天 回档警线 同时出现 就啪啪啪三个涨停 正传股份 突破反弦线 突破警线 你看就是上来收敛的第一个涨停 深远股份 突破反弦线回档 一根 随后连续涨停 对吧 大家看了这些 就会知道什么 那就会知道 这个波云建日 他事实上是跟什么 穿越分水嶺 攻击临界点 包括金线回量超 他都是有的同样的 一个回档位置 他们的回档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最佳买点 我们的最佳出手点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呢在这种 波云建日作为底部反弦四大战法的 统一的 这个 回档把控之内 我们精确的抓住他的买点 配合 同时配合形态和均线的 多空分水的第一次回档 我们就有着非常高的胜率 这是一个几乎很少有反例的一个战法 好吧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 短线二三大截招的精选股票池 大家可以做个跟踪的关注 跟踪的关注 那么股市啊近期啊 他这个 量小 所以说呢更要求我们 在运用绝招的时候呢 学会组合应用 因为只有同时满足底部反弦四大战法呢 几个要点的个股 才能 表现的最好 一定要记住我跟他讲一句话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空转多的第一次回档 他是有着非常高的胜率的一个绝对买点 而市场一旦脱离了这个 第一次回档的位置啊 空转多第一次位置 他就变成相对买点了 就没有那个绝对性 所以他一定要学会这个绝招呢 然后充分利用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绝招 不用尽管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